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今天公布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台湾排名从去年的第12名掉到了第14名 撞6年来的新低 在亚洲是排在新加坡、日本跟香港的后面 对于排名会下滑 国发会就分析这可能的原因 是会受到太阳花悬运等抗议活动的影响 导致企业经理人对台湾经济前景有所疑虑 但是太阳花悬运领导之一的黄国昌反击 这是政府施政无能的推托之词 318太阳花悬运大学生占领国会台湾史上头一招 却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吗 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三号公布 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在144个受评国家中 台湾排名从去年12名下滑到14名 创6年新低 国发会暗指竞争力排名下滑 原因恐怕出在这两年抗议事件频传 今年也有一些运动 那当然难免会影响到这些受访企业经理人 对整个的国内的经济环境 或者说我们政策的方向 还有未来的前景会有一点忧虑 从国发会提供的资料显示 今年竞争力下滑主因 就是市场效率的评鉴 从去年第七调到第十一 大幅下滑四名 指的是企业采购成熟度和农业政策不足 另外企业成熟度创新两大评鉴 也下滑两名 面对太阳花学运被冠上台湾竞争力下滑元凶 当时担任学运领导人之一的中研院副研究员 黄国昌出面反击 拿出一张张的原文报告 黄国昌反向国发会不该把全球竞争力落后 全怪在社会运动上 政府应该专注努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才是全民之福 记者黄厉伟林志坚台北报道